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永行说做了一条鞭子 把众人连羊带牛都从店员里赶出去 倾倒了换钱姐的银钱 推翻了他们的座子 对卖各级的人说 把这些东西从这里拿出去 不要使我付的店鱼成为上场 耶稣的门徒就想起了经上记载的话 我对你的店鱼所怀的热忱把我耗尽 犹太人便问耶稣说 你选什么神迹给我们看 证明你有权做这些事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撤回这座圣殿 三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 犹太人就说 借座圣殿建筑了46年 你在三天之内就能把它重建起来吗 但耶稣所说的圣殿 是指他积极的身体 所以当他从洗劫中复活以后 他的门徒就想起了他曾说过这话 便相信了圣经及耶稣说过的话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时 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便信从了他 耶稣却不信任他们 因为他认识所有的人 他并不需要谁告诉他 人是怎样的 因为他洞悉人的内心 大人是什么都能 要让他参与 我认识保持人的内心 我们对我认识保持人的内心 不正是什么都能入众 英俊联系研究局